今天在夜光家族我们邀请到呢 才艺双全的吴问芳 来夜光家族带着他心爱的吉他 和全新的专辑创作 那他已经把吉他准备好了 他要为大家献唱 献唱的第一首歌 哎呦 居然不是他的歌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名叫做 美好 美好 我看见风吹过你的脸 有那年的感觉 那一年 你哭着说再见 而我回首 和你道别 是钱并没有带走一切 反而给我们更多洗脸 如果分离制造了更多的想念 那我们是否该更加感谢 嗯 你是全世界的美好 你要最美丽的微笑 你要最美丽的微笑 你问我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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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重要 你问我有什么 比你重要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也不用知道 你是全世界的美好 你是全世界的美好 你跟着你 你有最美丽的微笑 你有最美丽的微笑 你问我有什么 比你重要 总算知道 比你更重要 就是和你 一起变老 哇 各位 有没有沉醉 你们有没有戴齐耳机来听 我觉得我在博云市 坐在温方前面一公尺多的距离 听着你唱现场 那真的实在是一个超级震撼的感觉 黄秋燕说声音好美 太幸福了啦 然后呢 Howard Few说 现场这么强 对刚才唱现场 澳洲的九一四也说 哇太厉害 杨怡静也太厉害 宋佩文说好听啊 你的唱片记者会 或者说你的新歌发表会 唱现场都让大家沉醉 有这样的声音 有这样的能量 然后有这样的气质 可以透过声音给大家感受到 旋律还有歌词里面的这个力量呢 老天爷给你了一个特别的嗓音 那当然嗓音呢 你没有经过练习跟运用 你绝对没有办法去承载每一个词曲的感情 对不对 所以你每天必须要练歌练多久 我没有宣传期之前 就每天早上 因为我很早 我是很早起的人 对 所以早上八点就会开始发声 就大概半小时的时间 然后是一个routine的练习 真的啊 半小时就开始发声练习 对对对 那你的发声练习 你可以让我们知道大概什么样子吗 我有很多是练习肚子的 就是比如说牙齿前端顶住 然后用牙齿前端用舌头顶住 然后发出 可是你要用肚子去处理 哦真的 对就是吐气 用肚子去吐气 OK 就是练肚子的力气 然后呢 还有呢 然后还有 所以它并不是像一般 不是这种这样 这个比较像声乐 对 所以你这个是 对 我不能有口水 可是因为这个主要是要练肚子的力量 因为比如说像我哥 可能有一些假音的东西 其实是很需要肚子去支撑 对 像刚刚这首 美好 对 它不是就是轻轻的过去 它用肚子去支撑那些气的 那还有怎么练习 还有 还有另外一种也是肚子的练习 是 然后也是用肚子 对 它不是用喉咙 它不是用喉咙 它是用肚子去顶 哦 就每一个音 肚子都要往内锁 好 就大概是这些东西 就大概这样 这个是比较 不是像一般的 这样子什么 从最低音唱到最高音 什么那种发声 很大声的方法 你是那种节制型的 哦 应该算是啊 真的啊 所以你不是 一早起来就让邻居就觉得好吵好吵 你是那种比较小声的 没有没有 没有到这么大声 OK 好半小时发声练习之后 然后呢就开始创作吗 呃会去运动 哦会去运动 可能去跑步 或者游泳这样 哦 OK 创作不一定啊 还是要有灵感才有办法写 OK 对啊 没有办法每天都起来就写 那问题是 除了创作之外 就是你的基本功也很重要 比如说弹吉他的能力 跟你歌唱 配合练习 两个有没有结合很高 这也很重要啊 那个是要日积月累而来的 但我要说实话 我真的吉他 吉他很雍工是吗 我觉得是 所以吉他只是配角而已 对因为吉他我都是 希望是可以练我能够表演用的 所以平常大家都说 哦你好像弹得很棒 你都练什么歌 我真的没有在练其他歌 我都是练我表演可以用的 真的 对 然后表演要唱的歌 所以刚刚这首美好是表演也要唱的 没错 谢震廷的词曲 对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表演要唱的歌 来来来秀一下 表演要唱的歌 对对 呃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环岛快乐 哦 对然后是跟淑明一起合作的歌 OK 对但是因为淑明唱的那一段有点太神圣 我可能没有办法把它 哦他那一段的那个气势磅礴啊 对对不对 对音场很强 嗯对不对 我觉得那东西很神圣 我可能没有办法把这种很有灵气的东西 所以你那一部分你不唱 对我先唱我的部分给大家听 OK来吧 好环岛快乐 是 好环岛快乐 谢谢 鎖得短 时间才放得长 可是欲望无限宽 望落整片海洋 就把清澈 还给消息 再把永恒 还给海洋 她的假意不是她的 她的泪人们莫忘了 别让心疼 抹虫碎片了 别把自责 给渺小吐没了 一个人改变 谁来附和 就算只有你懂我 那就够了 陪我换到快乐 真的天生的歌声 天生的灵性 这首《环岛快乐》 刚刚是live 现在是CD 留下绿色布满的山 还要去处乘凉 若把欲望锁得短 时间才放得长 可是欲望无限宽 望落整片海洋 就把清澈 还给消息 再把永恒 还给海洋 她的假意不是她的 她的泪人们莫忘了 别让心疼 抹虫碎片了 别把自责 给渺小吞没了 一个人改变 谁来附和 就算只有你懂我 那就够了 陪我换到快乐 真的大家都觉得吴文芳的歌声好棒哦 这首歌《环岛快乐》 Sumian 要来了 在这个过门 Sumian的声音代表了大地 吴文芳 你现在可以Live再加进来 就变成你的Key 完全一样 可是褚色布满的香 还要去除晨凉 又把欲望锁得短 时间才放得长 可是欲望无限宽 望落整片海洋 有戴起耳机来吗 各位 就把清澈 还给消息 再把永恒 还给海洋 他的家义不是他的 他的泪人满沫忘了 别让心疼 抹虫碎片了 别把自责 给渺小吐没了 一个人改变 谁来附和 就算只有你懂我 那就够了 陪我换到快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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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断的去检查自己 还是你就交给 制作人 他去决定 当下要检查其实很难 所以会很需要 制作人帮我听 跟给我指引 对因为 有些东西当下你 你丢出来 可能别人听的感受 跟你想要传达的会有落差 所以要有第三者 来听 孤独的总和 让很多人 超外无问方 而离开 是天亮一件准备的功课 而道别 留给重逢那一刻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婚礼 原地 越来越远 总有一天 要说再见 眼泪 埋迈进海里 把你 矿井回忆 曾有一天 巧合 或让我们 遇见 曾有一天 遇见 双手 双手 松开后 只剩纹路的 蹭蹭 接手 现在的我 现在的我 会归无所有 别过头 太多的曾经 再也带不走 再也带不走 黑暗中 只剩 潮浪的起落 总有一天 婚礼 原地 越来越远 总有一天 要说再见 眼泪 埋迈进海里 把你 矿井回忆 曾有一天 巧合 或让我们 遇见 曾有一天 疑问 会 退回 曾经 拥抱的天 早已 心事已飞 只要早起来过 就算永远 总有一天 这是吴问方的新歌 听到吴问方 大家都会觉得 疗愈啊 清新啊 清新啊 深刻啊 感人啊 或者觉得 心情会飞扬啊 这么冷的天气 十度以下的低温 听吴问方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怀里 远见 越来越远 总有一天 要说再见 眼泪 埋进海里 跨离 空间回忆 总有一天 巧合 或让我们 遇见 总有一天 疑问 会 退回 曾经 拥抱 拥抱的天 早已 心事已飞 只要将近来过 就算永远 遇到 遇到 だ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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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らや 真好听耶 这张专辑的歌 不管你旧制作的角度 或者说吴文芳自己的创作 还有你歌声的散发的气息 真的都很好听 我说刚刚有很多朋友表达说 超爱你的孤独的总科 今天我们在夜光家族 你抱着吉他 你有机会给大家唱吗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哦 这首歌在YouTube上面的点阅率 现在是1600万 我是没有去注意到 没有注意到 不是你每天一直在那边点吗 我被发现 没有啦 怎么一个人可以点1600万 这怎么可能呢 我没有特别再去更新 或去注意这件事情 OK 我们来听听 现场Live版本的孤独的总和 好 来 各位耳机带起来了没 Zither Harp 如果我是一朵花 那又为谁而绽放 如果我是一只鸟 好 要往何处去飞翔 一颗星星的水凉 不足以构成一个星象 一棵大树的总和 季节单一的重量 让我们相互依偎的总和 让我们相互依偎着 擁抱彼此的感受 擁抱彼此的感受 擁抱彼此的感伤 怎麼掙脫 聽口 我知道我都知道 終將有失去的美好 在無上這海裡圍繞 撒遍了承扎的浪湯 你知道你都知道 我們是多麼的渺小 瞬间或有何力寻找 茫然未知已约定后 天涯无穷 走过匆匆 在坐踪里相逢 只有在暗里 新年摇起 默然也强开了心 此刻无求 多少永久 才能再次相拥 在无边无际的时空 请抓住我 别让世界坠落 吴文芳你听那么专心 你在听什么 我在听我自己的声音 Vocal 你看这就是职业病都来了 你并没有享受到那个气氛里面 人家检查说 如果我再进去重录的话 那一句我要换 我要重录 很常会这样子啊 一张专举做完都还会再回去想说 哪些东西那时候应该可以怎么样 可是我都没做到这样 这就是职业病 有人说吴文芳 你现在的歌声比刚开始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 进步不知道多少 谢谢 我觉得这个是经验之外 也是不断的练习 你才有办法就是 歌到唱时 然后就深情的可以表达出来 对就是经验 然后我觉得还有时间的历练嘛 时间历练跟累积 对累积 就是可能自己也变得比较 可以稳定一点 去听自己的声音 到底是什么状况 跟表达出来的样子 对 这首歌名叫做 无穷无尽的 无穷 词曲都是吴文芳 这是吴文芳的第二张专辑 我来自 天阳无穷 走过匆匆 在坐同里相逢 只有在爱里 信念扬起 默然也穿开了心 此刻无穷 多少永久 才能猜测相拥 在无标落弃的时刻 请保证我 不再错过 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 宫语专访吴文芳 吴文芳的吉他 还抱在你的手上 对 怎么样 这个待会又要跟大家 分享现唱什么live的歌曲 我唱 我觉得专辑里面 我觉得很有一个 狮子王的画面感的歌 那歌名叫做 叫做指南 诶 好吗 好啊 我也打算播这首歌 不过我们待会来听 吴文芳唱现场 飞碟夜光家族 我是光宇 专访吴文芳 好 我是吴文芳 你是全世界的美好 你有最美丽的微笑 飞碟夜光家族 飞碟夜光家族 空中的梦想着 广告夜光家族 我问了一句 吴文芳 你的爸爸先前非常反对你唱 唱歌 现在好一点没 结果 说着说着他就哭了 我只问这一句而已 他为什么就哭了呢 因为 他说 这张专辑从12月30号发行到现在 他并没有 拿给他的爸爸听过 那我就问说 为什么 他还那么坚持吗 他说 他们家人就是这样子 就是 大家都回避这个问题 我说你没有跟爸爸 聊过吗 他说爸爸这是我的新专辑 你听听看好不好 说不出口 我知道他说不出口 他说爸爸就是担心嘛 然后 我觉得他会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他觉得 最亲近的家人 他做的作品 却不是 第一个 对 没有办法第一个跟他们分享 对 或是第一时间得到他们鼓励 对啊 所以现在你们家人都还在 还在回避这个问题 对 但妈妈 妈妈因为有跟我分享 他就是 他自己会去找 YouTube上面找歌来听 然后就觉得蛮感动 但爸爸就是 我还是不知道 不太知道要怎么 跟他沟通 我觉得或许是我自己的个性 也应该要 更懂得怎么撒娇啦 我可能还是全文会这件事情 我可以理解啊 就是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 就是你不是撒娇的个性 要你做你真的做不来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嗯 然后就是 你觉得我就是要让你放心嘛 我一直都做得很好 你为什么 为什么也不愿意多听一下 多看一下 对 就算你 你多讲两句话 对我都是莫大的鼓励 对 但我觉得真的小孩子 当然对他们来讲 不管早到几岁都是小孩啊 对啊 所以我知道他们担心 那我就或许某方面是 我在面对他们 我可能也还没那么成熟 我没有办法更软化的方式 去告诉他们说 爸爸妈妈不要担心 我就是连这句话 我都说不出口 所以我可能 我太强硬的 太好强的这个 这一面 让他们很担心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应该很多 家人的孩子都是这样吧 嗯 我就是这样啊 我也很好强啊 就是我有苦 我也不愿意说 或者就是 有什么麻烦 都会告诉他们说 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想那么多好不好 对啊 都会这样 都是这样 觉得报喜不要报忧 对啊 都是这样子而已 可是年节会到啊 你总是要回家 过年 对啊 那怎么样呢 就还是不提 就该 好像还是应该要面对啦 过年 对啊 像你平常回家 反正平常日 那种就是回家沾一下酱油 就要离开 又要工作了 可是过年时间比较长吧 嗯嗯 对不对 会啦 我会 我会努力 我不是要逼你 我没有要逼你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 真的是你的心境 因缘要成熟 你讲才会 才会觉得很自然 对 要不然的话都会硬生生 甚至是他也还在情绪上 他说你跟我讲这个做什么 嗯 我跟你讲的你都不听了 对 大家都变成是用情绪在面对那件事情 对 对 有时候 我觉得 人在沟通的时候 就是没有柔软 那个场面就是永远就 就僵持下去 对 最亲近的家人是这样子 对啊 朋友是这样 然后 情人是这样子 夫妻是这样 我觉得都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难怪你一碰到这个部分 你就会 流泪这样 对啊 就不 因为可能一直到现在都 还没有完全把这个解 也处理得很好 所以 就变成每次主持人一体 我就会忍不住 就觉得 我可能还是没有这么成熟 去面对这些事情 嗯 我了解 我理解 因为 有很多的这个状况 不是当事人 就 没有办法理解 然后有时候都觉得 你虽然已经解开你自己的解 你觉得很容易啊 你就说啊 但是 有时候那个 心里看不见的关卡 那是很难过的 对 对不对 嗯 那一关有时候是 蛮难过的 但至少 你们并没有因此就是 抗争 或者是 就是变成 完全不见面 这个倒还好 对 没有都这么严重 不是这样 只是他没有办法 和缓的去把这个结呢 就打开 嗯 对不对 对 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理解到底 我做这东西是为了什么 是 嗯 好吧 来听听看 你现在现场 要唱的这首歌 这首歌就是想要写给 就是告诉我的家人不要担心 是 因为我知道我不管在哪个地方 是 我都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我到那个地方去做什么事情 因为这首歌就是之前我在北京 待了三个月 然后参加比赛 嗯 写下来的歌 嗯 叫做指南 嗯 嗯 那三个月 吴文芳 想念家人 有了这首歌的力量 再次唱好 到我都从那边 走着 走着 总在匆忙错过了 难分难舍 每人叫我面对聚散离合 有一天我飞到北方 天才刚凉吃这一人份的早餐 我走在凝结的北海上 这难乘在思念的重量 我会尽情的唱 我要尽情的唱一生多少方向 又奉上了希望 爱放心上飞翔 别担心我会受伤 只能安 温芳 我想要现在call给你的爸爸 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现在 我跟他说话 你不要跟他说话 真的假的 真的 打给妈妈可以啦 那妈妈在爸爸旁边吗 妈妈现在我不太确定 现在我不确定 现在不确定 你觉得打给爸爸 你跟他讲话你会尴尬 但是我跟他讲话 我不会尴尬 我讲搞不好他一个局外人 我是主持人 我跟他讲我听吴问芳的歌 然后 我觉得 因为现在节目上我有点怕 万一有失控了 这样好吗 他不会 我只要告诉他 那妈妈我们现在正在节目上 嗯 你相信我 你觉得呢 你拨电话 我试试看 如果状况不好 我会立刻结束电话 好 这样 好 好不好 来你现在你来拨 这个电话 要手机吗 对要 要手机 看一下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飞碟夜光家族 我是光雨 我要拨电话给吴问芳的爸爸 嗯 可是我觉得 没关系 先进来 先进来 我觉得这一刻 蛮 蛮好的 搞不好 会跨出 跨出一步 你看一下 嗯 因为他晚上都会关机 不确定他现在 不知道 没有 他不是就 还用孙燕姿的歌 对 不是 我们发 这 发现 他会不会在睡觉 现在还在睡觉 不会这么早 对 还是他现在在洗澡 有可能 有可能 嗯 没有 没有我们设定 就是播两次 好 那如果没有呢 我们就 随缘 对 对 您的电话将等接 好 那我们 我们就再 播一次 好 然后 我们就这样做 随缘 孙燕姿的歌很好听啦 但是吴爸爸 你可不可以换一下 吴问方 出最新专辑了 没有啦 爸爸其实也不会 随定这些 就是随机 这个是随机的 是电信公司 他现在在主打 对不对 可能 没有 那我留电话 我留电话 我留话 我留音 留话 对 哈喽 吴爸爸 你好 我是飞碟电台 夜光家族 节目主持人 我是光宇 吴问方 现在在我们 节目的现场 今天他带着 吉他来唱现场 然后我也播了 他的新歌 他让我们 在夜光家族当中 大家听得都 非常非常的感动 然后 他讲到说 他觉得 自己做的这个 专辑 不能够 就是跟 自己的爸爸 直接分享 这是一个 很尴尬的 这个状况 然后 我说 那放假回家 是一个 还蛮好的机会 他说 是应该要跟爸爸 好好谈一谈 他说他知道 爸爸是担心他 在这个环境 可是 我要跟 这个 吴爸爸说 吴问方过得很好 他 要你放心 他 真的做得 非常好 吴问方 说说话 爸爸 我是妹妹 我知道你 一直很担心我 而且 是普定期的 就会 一直问妈妈 说我的状况 到底怎么样 对 然后 我只是想告诉你说 我 做音乐 其实真的很开心 然后这真的是 我想要做的 而且我也 自己觉得 我做得很好 但是我很想要 把这个成绩 就每次都能够 在第一时间 跟你们分享 所以我只是想告诉你 不要担心我 我会继续努力 吴爸爸 你听到了 吴问方很坚强的 谢谢大家 大家都会为 吴问方鼓励哦 然后吴爸爸 你要多听 吴问方的歌哦 OK 刚刚有没有 让大家非常感动 我自己都 克制不住了 因为 因为我们有相同的 个性背景的爸爸 然后 就是在 吴问方说 他看就是 歌手的演唱会 家人一起来 就会感受到 那种是全然的支持 家庭互动的关系 很美好 他非常的羡慕 我们都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不能够说 就是 个性态度严肃 然后 刚强 刚硬 的家人 就不能选择 对 不能选择 那你也知道 他们不是不爱 对 只是他们所表达的方式 是有障碍的 对对对 对啊 所以 所以面对这些状况 大家就会觉得 嗯 如果 能够这样子 更圆满 不知道有多好啊 所以 好吧 我自己说要打电话的 结果自己 反而就会 忍耐不住 我以为我会 hold住的 前面刚开始 还可以 可是面对真实的 这个亲情状况的时候 我对亲情的感觉 是最 敏感 最 最感受 最最强烈 嗯 你知道 嗯 亲情是不能选择 就像你说的 嗯 就是你会一直放在心里面 就算 他现在不理你 你还是都会一直想到他 对啊 对不对 嗯 他不支持你 虽然就是 爸爸不支持你 然后 但是他现在也没有 就是说 你给我 你再怎么样 你给我搬出去 还没有做到这种 决裂的这种状况 这就是一份支持 只能这样想 对啊 我想也是啊 对 嗯 就是不圆满 但是也 也算是可以 hold住 没有反对这样 对 也没有到 强烈的这个反对 嗯 只不过他就是 不跟你讲 这方面的事 对 不讲话 不提 不提这方面的东西 对就不提 然后就是 心中会有遗憾 对 那亲情的部分就是 就是有时候 很硬耶 嗯 比爱情还要硬耶 对啊 对啊 亲情的部分就是 我们再怎么吵 反正我管你的 对啊 这个人就是一辈子 就是你从出生 到离开 这个人就是一辈子 在你身边的人 对 然后一辈子要面对的客厅 对啊 就是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沟通 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是我一直在学习的啊 对啊 嗯 我觉得面对强悍的亲情 有时候 嗯 还真的是人间非常大的 折磨 嗯 那真的是很大的 折磨 来问方的最新专辑呢 叫做 我来自 虽然我刚刚 一开始我就说 哎呀 你们这些创作者 都会写一些 就是什么 我来自哪里 喂 喂你好 哎 吴爸爸 是 爸爸 爸爸 哎 没有 爸爸我是 妹妹 哎 吴爸爸 我是光语 我是光语 我是飞碟电台 光语 哎 什么事 爸爸 你现在在飞碟电台 节目上 你刚刚有听到 那个 我们的留言吗 还没有 我没有留言 我是刚刚看到我 哦 有 你又回电了 对不对 对 哦 爸爸 你很聰明 你怎么这么聰明 吴爸爸 你装作我白痴 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丟心嘛 你真的很聰明 爸爸你在节目上 聰明到会打起来 没有关系啊 因为 因为怎么样 我刚才就是在忙 没有 哦 应该在忙 我想说你 你不理我 我打电话来 你都不在接 你在逗票我 我以为你们年轻人 当着这些老头子 就是 哈哈哈哈 老人出来这种 哈哈哈哈 来 来 吴爸爸 我跟你说啦 这个 你现在为什么在澎湖 哦 爸爸工作 哦 就是你表工程 在澎湖 对 哦 所以你常常 哦 OK 爸爸你在节目上 讲话 等一下 我们进 我们现在是现场 Live 播出哦 我就是说 那我现在讲 现在 全世界的人都听到 对 现在全世界哦 现在透过网路 全世界的人都听到 你有想要问好吗 你有想要问好吗 哦 那就希望说 妹妹哦 呃 最主要是身体健康啦 安全最重要啦 对对 钱赚多赚少 是其他啦 哦 希望他能够 这些节目 给大家去观赏 那是我最希望的啦 OK 你觉得他做的歌怎么样 他的歌声 我全力支持他 全力支持他 那是怎么 你平常都没人说 哈哈 啊 因为我早出版 过来我是工程队的 别假的 别假的 你是反对他唱歌的 对不对 你不支持 那是早期啦 那早期我是 哦 早期啦 如果他那时候还年轻 还小嘛 那我就反对他 希望他 我会担心 希望他好好地 把音乐脑掉好了嘛 好安捏哦 我想说你到今生来 还是都没要跟他说 你唱得不错哦 你的歌不错哦 你都没有说过对不对 你也没有听过唱过你 不知道 没有啦 主持人是说我啦 等一下 我是说你都没有跟 跟那个梅亚说 梅亚你唱得不错哦 你最近下的歌不错哦 因为我不能太宠他嘛 他其实是 哦 他可能怕我太骄傲了 你怕他太骄傲就对了 年轻人总是要 给他一个压力 哦原来是这样哦 你太宠他不行了 哦 你真狠狠 爸爸 你才突然跟他玩了 我看你是说不出口吧 你之前你反对他 结果你发现他唱得越来越好 然后现在他还期待他 得这个金曲 一个年轻人哦 总是要给他吃压力啊 我自己要去发挥嘛 什么压力啊 你怎么突然变原住民啊 我小时候 怎么样 我小时候17岁 带我13块就出来流浪了 还流浪了 哦 小时候 我17岁出来流浪了 哦是哦 我也是这样混出来 哦也是这样混出来的 哦 所以你觉得 就是先不要让他赞美太多 或者是 这个鼓舞太多这样子 也是也是 他怕我太骄傲了 所以你真的 你真的没有说 现在心里还是反对他 一点反对都没有 你说权力支持吗 不完全对 我是希望他能够平安 安全 他的身体健康 对他会担心 少做也没有关系啦 OK 能够保护自己 最重要 OK 还是担心啦 要保护自己啦 对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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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你这句话我就 就放心了 因为吴问芳 我觉得前途无量 就是 呃他的歌声 你坦白讲啦 你觉得他唱的 有没有很好啦 当然父母亲 已经感觉他唱的很好 但是 别人的评论才是重点啊 哦 我们的评论很好啊 那你 你要讲 父母亲讲的 不算数啊 哦 父女讲的 不算数 都他保守 要让外面的比较严格 要让外面的来考验这样 对啊对啊 要给最大东西 评论说 哎好就是好嘛 这样子啦 啊吴问芳 不是 是内心安慰自己 也要不自己 要把人说就对了啦 不能代表说一切嘛 哦 啊好 那我问你 爸爸你最喜欢 他新专辑有什么歌 还是 你还没有听他的新专辑 我还没给他 我问方 你不敢把新专辑给爸爸呢 没有 爸爸我发 新专辑不是薪水 薪水你都要他的薪水哦 他现在还没有赚那么多呢 他只要能够赚的话 他自己是蠢的 老爸不要他那些 老爸先来帮他们 哎爸爸 不要讲太多 不要讲太多啦 爸爸 爸爸 反正你就喜欢 吴问芳唱的歌啦 你要别人赞美多就好了啦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 爸爸这次回到他 吴问芳说他会拿新专辑给你听啦 这样可以了吗 好 谢谢 你才听 你谢谢我 要冲啊 你来谢谢 是留你哦 谢谢你了 爸爸工作顺利 爸爸工作顺利哦 谢谢 好 吴爸爸 好好好 好 好 谢谢 好 爸爸帮你休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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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爸爸在应付我而已 好好好 OK啦 好好好 吴问芳 芯姐好像有点解开了嘛 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了 然后可以提专辑了嘛 谢谢光宇哥 就回去 那个主持人啊 他有讲什么 然后跟那个专辑怎么样 你要给我听一下这样子 对啊对啊 是不是 叫爸爸做功课 对 来吧 说一下 你有什么活动 我在1月28号高雄 Livewarehouse 会有专场的演出 哦 对 三场 对 然后2月4号在台北的三创 OK 对 然后2月10号是最后一场在台中的Legacy OK 然后这次专场演出因为 其实专辑发行之前 有先 抢先 办了一个小的巡回 哦 但是那次的编制可能比较小 那这次的编制 我会希望可以把专辑里面很多 打击的东西 打击乐 对 呈现在这里面 等于说是比较有节奏感的东西 对 因为这张专辑其实有很多打击乐的音色 我们玩了很多民族乐器的声音 对 所以想要现场呈现给大家听 OK 吴爸爸有可能来参加你的演唱会吗 专场演唱会吗 还是他工作比较难 我会问问看他的时间 对啊 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邀请过他来 真的哦 妈妈有邀请妈妈 对 要邀请爸爸跟妈妈一起来 好 好 对不对 哇 太好了 各位 要上这个吴问方的你的Facebook 粉丝团你就会看到 相关连结跟讯息 相关连结跟讯息 今年的狗年的新的春联 你们想要索取吗 看了看了告诉我 好吗 谢谢大家的陪伴 这是吴问方的新歌 心之所向 心之所向 吴问方 加油 谢谢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